真的有人做出了彩虹爆米花吗? 冷水上锅蒸30分钟,关火焖5分钟,香甜软糯又好吃。 你知道吗,火龙果皮含有珍贵的花青素,千万不要再浪费了,果皮放入水中煮出颜色,然后捞出,加白糖和白凉粉,向着太阳的方向搅拌煮开,加入果肉,倒入盆里自然放凉至凝固,切成小方块,这样做的火龙果果冻小朋友超喜欢。 是不是又咳嗽了,能不能长点心,橙子切开,把身体掏空,鸡蛋,搅,糖,牛奶,继续搅,灌进去,翘翘给保鲜膜扎个孔,蒸,哼,多简单。 糖和茶叶一起炒,炒呀炒,炒到焦黄冒泡泡,倒入开水,搅拌,加入牛奶,牛奶煮开捞出茶叶,焦糖奶茶做好啦。 现在正是吃羊梅和荔枝的季节,把羊梅加面粉和清水,清洗得干干净净,放入锅中,加20粒冰糖,煮15分钟,煮出颜色后放5片柠檬, 剥好的荔枝再煮两分钟,放凉就可以开喝了,酸酸甜甜又解腻。 波仔糕 波仔糕这样做,小孩子抢着吃,太好吃了。 160克温水加30克白糖一起搅拌至融化,再加100克波仔糕粉,搅拌至顺滑无颗粒,按个人喜好放配料,倒入粉浆8分满,蒸1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 你知道小布丁雪糕怎么做的吗? 其实方法很简单,锅中倒入500克纯牛奶,100克棉花糖,小火熬至融化,之后过滤一下泡沫。 晾凉后倒入雪糕模具中,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,奶香浓郁,比买的还好吃。 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甜品,草莓牛奶布丁,做法简单,草莓清洗干净,锅里倒500毫升纯牛奶,20克白糖,35克白凉粉,开小火煮至完全融化。 关火放草莓搅拌均匀,倒入碗里放凉就凝固成牛奶布丁了,香甜可口,孩子超级喜欢。 别让孩子吃超长保质期的果冻,我教你自己做,砂糖橘去皮,锅中倒清水,加冰糖,白凉粉,一起煮融化。 关火加入橘子搅拌均匀,倒入碗里放凉就凝固了,过年又爱招待小朋友,安全又放心。 你的眼睛是星星,冷静静,一眼就坠入陷阱。 别担心,好幸运,也许是命中注定,对你目不尊敬,唯独你让我变心。 夏天到了容易出汗,全身乏力,这道柠檬糕您收好,先柠檬切厚厚的薄片子。 便饭锅里一层柠檬片,一层冰糖不好,不需要加水。 后盖按煮饭键炖煮45分钟,柠檬糕这样做简单又好喝,快来试试吧。 给孩子在家做芒果布丁,安全又放心,没任何防腐剂。 准备500毫升鲜牛奶,30克白糖,35克白凉粉,朝着太阳方向搅拌均匀。 小火煮开后倒入芒果丁,再倒入模具中冷却后脱膜,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。 最简单的哈密瓜切法。 一杯威士忌酸,他总是 去一杯天下的水,照着明月人时间晃呀晃。 爱恨不顾是一瞬间,红尘里边记得好好吃饭啊。 一定不能忘记每天都要好好吃饭,记得好好吃饭啊。 真没想到这样做的蛋糕孩子超爱吃,松软好吃零食拜,晚中倒入150克蛋糕专用粉。 倒入三个鸡蛋,60毫升纯牛奶,搅拌至无颗粒,平底锅倒入面糊,煎至定型鼓起。 先铺蛋糕饼,一层酸奶,再铺蛋糕饼,重复上一步骤,最后放自己喜欢吃的水果。 这样做的蛋糕简单又解腻,快给孩子安排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一人间烟火,四月的风子飞窝,莫想往事太执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